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妹妹 下星期我要开一个扯铃班 要不要来学 很好玩哦 跟好朋友一起来学会更好玩的 等等我 等一下 报名表上说 要在哪里集合啊 那里 他们在那边 各位小朋友 今天我要来教大家怎么玩扯铃 对不起 我们迟到了 没关系 欢迎加入 扯铃其实很简单 我先示范给大家看 首先 先抓紧两根扯铃棒 然后慢慢地像这样 哇 厉害哦 哇 好帅哦 对啊 好的 现在大家开始各自练习 哇 这个好难哦 配方 需要帮忙吗 嗯 我的心眼一直缠住 教练哥哥 我什么都配方特别好 我成功了 耶 对啊 很简单吧 其实只要多练习 就一定行的 配方最讨厌了 别怕 我接住了 谢谢 我们走吧 对了 这给你 这次上次扯铃课结束的时候 教练哥哥给我的糖果 很好吃 我特地留一半给你哦 为什么教练哥哥给配方糖果 却没有给我 哇 你刚刚做得很好 要加油哦 为什么教练哥哥比较喜欢配方 不喜欢我 娟娟 你已经不是我最好的朋友了 真真 今天就到这里结束 大家下星期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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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珍 你今天好像不太开心 可以告诉我怎么了吗 佩芳说你上次给她一包糖果 糖果 哦 我想起来了 那时我想鼓励佩芳 刚好发现口袋有一包糖果 就送给她了 为什么就她有 我没有 偏心 谁说你没有 我今天也准备了很多饼干给大家 可是你都不理我 根本没有机会拿给你 你跟佩芳都是我的学生 我怎么会偏心呢 原来是我误会佩芳了 还跟她说那些话 她一定很难过 教练哥哥都已经跟我说了 上星期学扯零食 你还没有学到药令 教练哥哥特别教你 我不应该随便嫉妒你 还有 教练哥哥要给你糖果 你特地留一半给我 我竟然还生你的气 嫉妒哥哥留给你 却没有给我 真的对不起 没关系 那我们还是好朋友吗 嗯嗯 我们永远都是好朋友 那么你要不要吃饼干 是教练哥哥给我的 嗯 我们一起吃 嗯 好 我因为新生极动心 差一点就失去最好的朋友了 真是太不值得了 凡事要用平常心对待 不要互相比较 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好嫉妒的啦 一辈子 一辈子 不要互相比较 小为生昼 那死丁 把贾了 等待 一辈子 一辈子 能 彼后